推着轮椅要穿梭社区捡回收物了 柯阿梅的身影 每天都会出现在 台北市新一区的巷弄里 除了收集回收物 有时候还有一碗收获 爱跟邻居结好缘的 她其实是个相当节俭的传统女性 四十多年前跟着先生 从乡下来到台北打拼 几乎所有能挣钱的工作都做过 她做过的小工 据我所知道就是 去搁我们包汤 还是去搁葬 如果有过年的时候 就是去吹粿 然后来买 我觉得她的钱是 她这样辛辛苦苦赚来的 从身兼多份小工 到现在全家捐出十个熔董 她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的钱 全部都愿意拿来做慈善 因为她苦过 所以她知道说 人家的苦是怎么样 她会去帮助人家 那现在看到别人苦 她就苦人所苦 然后这样的去布施 尽管现在生活已经 不那么难了 但她依旧过得克勤克俭 而孙也都愿意学习阿嬷的精神 阿嬷都还是会跟她讲说 现在全球暖化很严重 阿嬷都在做环保 你们也不要制造太多的热色 出门尽量就是要自己自备环保 就是环保餐具 还有要带购物带着 我们觉得只要是做善的事 做对的事 那其实我们都会蛮互相支持的 然后再加上妈妈本身 常年就吃素 那这部分它也影响到我们 乐善好施 勤作环保 克阿美的身教带动了全家人 让习福成为这个家的传家宝 戴新闻 珍善美之工 陈和娇 陈建成 戴秀良 台北报道